在本次比赛的最后一场 我与日本选手持江丽华子 去拥抱了一下 确实我是在有意等他 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名白血病人 能康复 再次站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 而且是他们的主场 为他们的国家奋斗拼补 我就觉得深受感覆吧 而且2018年的时候 我的成绩还没有现在这么好 我当时有不过他 所以很希望他可以尽快 恢复到监风水平 与我在此较量 这些也是想告诉大家 友谊复封国界 尊重每一名对手